过年走春来到了金山的老街 其实老街并不是很长一条 不过其实每一家店 都是人排的满满满 大年初次金山老街拜财神 除了求财员滚滚 也要顺道尝尝老街美食 现在口味不浅了 差不多最没差纯10通行而已 著名的马老不管是地瓜口味 芋头还是芝麻 民众通通都爱 店内员工忙着包手工马老 就怕想吃的人 错过了这软Q黏牙的好滋味 物价物博比让民众挤破头的老街美食 当然还有这檀牙鸭肉 这一盘就是金山必吃的鸭肉 而鸭肉最特别的地方 它就是咬下去一点都不柴 而且其实吃两块之后 你会很后悔 为什么自己叫这么小盘 应该要再叫大盘一点 反正就是远道而来 也要来吃一下就对 即使自己要端盘子 当服务生还要在人群里 找到位子才能好好品尝 但看看游客们一嘴的幸福 美食下渡后 记得再跟财神许个愿 大年初四让身心都满足 谢谢王成伟 张瑞宇 SNG小组 新北市 彩虹报道